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 华文科不会影响你去拿奖学金 所以其实没有关系的 那么要报考的人会报考 不想报考的人还是不会报考 报考华文对你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只有增加你的资格 那未来你要申请其他的科目 那你都比别人更强 又不会影响你拿奖学金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报考华文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还是一件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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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